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环保鸡茶大队授旗 开创环保新技能 阿公阿嬷快乐学堂 搭领铁小火车开学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这一节的国语新闻 先首先来看到今年的国庆晚会决定10月9号晚上在宜兰举行 现场曾经得表示县府会全力筹办 让游客留下美好印象 但由于晚会人数预估会超过1万人 又加上10月份的宜兰时常下雨 因此县府正在积极寻找适当的地点 国庆庆典筹备委员会决议将今年的国庆晚会移师到宜兰举办 对此县长曾经得除了感谢立法院长苏家全之外 并且表示县政府会全力来筹办 让归国侨胞透过晚会干加认识宜兰 并留下美好的印象 我们感谢立法院筹办这个国庆相关庆典的主任委员苏家全院长 那么今年的国庆晚会10月9号决定在宜兰办理 那阴县政府会全力筹办这次国庆晚会 那么让这个反国的侨胞都能够来一方面来认识宜兰 来体验宜兰 那么也有一个这个美好的晚会 让侨胞对台湾对宜兰留下深刻的印象 不过因为晚会人数会超过1万人 加上10月份的宜兰时长下雨 因此县政府也未场地在伤脑筋 目前正在积极寻找适当地点 地点还在选择 因为我们考量到下雨的问题 还有人数的问题 所以目前已经在评估 乔胞大概本身乔胞就3000到4000 那加上一般来的民众 那是一个可能超过1万人以上的晚会 县政府指出 今年的国庆晚会 是继2010年国宴之后 宜兰再度举办国家重要庆典 县政府一定会全力以赴 办好这项任务 宜兰新闻记者赖福星采访报道 另外为了推广宜兰严选农特产品 县府将在7月和8月来 举办金牌盗农竞赛 得奖的农民不但可获得优渥的奖金 而且县府还会以高于一般收购价格 来收购稻谷 目前正在积极受理报名中 为了提升宜兰米的知名度 增加消费者对宜兰严选农特产的信心 县政府今年将举办第一届金牌盗农竞赛 参赛品种以台庚8号 14号 16号台中192号 以及高雄145号等5个品种 我们宜兰只有一起做 那一起做的话 其实我们宜兰稻米有第二期的部分 可以去做修身养洗 所以我们稻米的品质非常非常的好 那我们想要让全国各地人知道 我们的稻米的品质 所以宜兰新政府在今年首次办理了 金牌盗农的竞赛活动 参赛者除了要符合本年度宜兰严选资格 而且水稻在重面积要超过0.5公顷 各项正式农会以三人为限 欢迎符合资格的农民踊跃报名 因为其实我们金牌盗农的规格的竞赛 大概的标准大概分了几个部分 第二部分你必须要先取得 我们宜兰严选的资格 就是我们田间你不能剪除未推进的用药 也不能用进药 上之前还要ND 不能剪除任何的用药 那第二部分其实说各乡正式农会去推荐三人 那还有你的水稻栽填铭面积要0.5公顷等等之类的 那目前就目前报名的现况已经有20个人报名了 其实陆陆续续还有很多农民来去取悟的一个动作 那我们报名的时间到4月30号为止 所以有一个农民赶快的赶快的来去跟我们各乡正式农会来报名 县政府会邀请专家学者组成评审委员会进行评鉴 获奖的农民不但可以得到优渥的奖金 而且县政府还会以高于收购价格来收购甘股 这次奖励非常非常的优厚 像我们第一名的话会有15万的奖金 第二名会有10万块 第三名会有5万 除此之外我们还会收购你的稻股 像第一名的话我们收购价格每公斤41块钱 第二名每公斤39块钱 第三名每公斤37块钱 其实比我们工粮收购最高才23.6块钱高非常非常的多 县政府也会寻找适当的地点办理促销活动 推广优质的宜兰米增加农民收益 宜兰新闻记者赖福新采访报导 还有县府今天是在县民大厅举行了环保机查大队成立授旗典礼 由县长陈京德亲自主持 县长期盼这群环保生力军加入之后 能提高环境污染陈情案件的处理效率 授旗典礼首先由南国小游谷镇所带来精彩的表演 为活动暖场 所有县长曾经的亲自授旗 勉励击查大队成军 并赋予全面保护环境的任务 县长也盼望击查人员在执勤时要秉公处理 他也强调县内检警调相关单位会全力配合机查工作 维护宜兰的好环境 在机查相关重大案件的时候 我鼓励大家尤其是方法局 那就跟相关的警调警单位 来密切配合 我们共同采取策略 采取这个机查行动 我们这样才能够有效喝拯 那么来加这些不法业者 那么来移送法办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成立这样的一个大队 就基于对县内检环境品质的重视跟要求 我们面对那么多的专业化和组织化的环境奉政 事实上不能靠单一个机关去立军奉战 像检警就是行政的利用 司法检查力量和基建署的力量都应该来结合 不管是行政责任的一些机查 甚至是行事案件的收政 检警也会更密切的去联系 那我们希望这支胜利军的投入 能够让环保局以往在机查人力薄弱的这个部分 能够获得很大的一个补强 那也能够在未来针对民众陈情案件的处理上面 不管在品质上 不管在处理的时效上 我们都能够符合民众的期待 环保机查大队共有24人 其中有五位硕士 一位博士 都是环保方面的专业人才 再加上现有高科技的器材 相信一定能提升本县环保战力 开创环境保护新纪元 宜然新闻记者赖福新采访报道 而药华电子公司近年来 屡次排放废水被查获 而且被环保局开罚过两次 今年2月6号又因为疏漏排放强减肺益 环保局对药华电子开出了257万4千元的罚单 并也要求加强废水管理处理流程 必要时不排除热令停工 药华电子这一年来屡次排放超过排放标准的废水 经环保局努力稽查 已经拆罚过两次了 针对2月6号的这次违规 经过业者陈述意见 跟环保署请示之后 环保局决定加重罚款 裁罚257万4千块 我们希望药法电子改善设备 检讨操作的过程 严格管理这个污水的处理 那因为这个罚款高的意义就是说 如果药法电子不改善 或者是有相关情节重大的违规的时候 那么一人县政府绝不宽待 所以我们支持环保局这个裁罚 那么希望药法电子能够迅速 那么立即提升污水处理设备的能力 那么操作过程 必须管理 管理这个严格 那对污水处理的排放 必须要处理的妥善之后才排放 在地方消息来看到 13股大牌已经整治完成 不过地方反映河床高度不一 导致上游留下来的杂物 泥沙都会淤积在车路头桥段 因此地方争取县府规划经费改建车路头桥 也一并将河床高度统一 已经完成整治的13股大牌 地方发现河床高度不一 会有泥沙淤积的问题 实际走一趟 发现河床高度还真的有很大的落差 在民国七十三年完工的车路头桥 就在壮尾段的13股大牌 地方希望能够连同桥梁改建 将河床高度一并施工调整 另外我们后面车路头桥 是民国七十三年 它的进攻到现在 已经有三十几年以上的车路 车路当初设计 它是用的车路车 并且我们东西像这边 要看到对方来说看不到 而且又老旧 可以重新来改建 因为经过三十几年的车路 第一点安全性不够 对此县府公务处表示 十三股大牌的河床会有高地落差 是因为必须加强桥墩与提防稳固的工法 一般在水量大水位提升的情形下 不会有淤积的情形 至于车路头桥的改建 必须另外规划 由三星乡公所办理的阿公阿嬷快乐学堂 今天在天宋皮火车站 举办了不一样的开学典礼 邀请学员搭乘领铁小火车 吃怀旧便当 一起回味过去 三星乡公所委托更新健康管理专校 办理阿公阿嬷快乐学堂 今年迈入了第三年 今天选择在天宋皮火车站 举办不一样的开学典礼 由乡长黄锡雍担任车长来检票 并且陪同长者们 欢喜搭乘领铁的小火车 吃怀旧便当一起回味青春 谢谢 来 三星乡公所委 三星乡公所委 举办不一 和你在一起 今天会特别 把这个看着火车开欧 的地方算在天上比 这也有一个特别的意义 这阿公阿嬷 真正他也看到火车来生中 看到火车来大汗 所以我们也会在这个地方 让他们找他们以前的记忆 我们也可以经过看着火车 可以找回青春 可以增加生亡落出 便当想起小时候在林场的回忆 我们在林场那里出生 这土中的 火车这个 猪鼻猪鼻的 不错啦 等我来火车都同样 猪鼻 快乐学堂每周二 周五来上课 规划了日文歌曲 健康促进 以及手工艺等多元 有趣的课程 要让长者活出健康和快乐 特别是跟我们的年轻学子在一起 更是可以让他们有活力 有幸福 有健康 那我想学校一直以来都是以健康管理 健康照护 是学校长期在学术上经营的一个口碑 跟我们的成效 那在课程的安排上面呢 我们知道我们的长辈最喜欢学日文歌曲 所以日文歌曲是我们整个课程的重点 但是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长辈的健康 所以每一次课程之前 我们都会有我们专业的带领 在这个运动方面 是有一些理论学术的基础上面 来带动这样的一个活动之后 才会有这个歌曲啦 或者是日文的学习 反正大家最后六十个以上 都可以来报名 一星期最后两天 内容里面很豐富 也很趣 我们也希望我们三星可以说是 年龄老化非常严重 三星都会是全国通关的百分之十八点七七 所以我们也能够快乐学堂 能够在地的定价 可以在地老化 而且能够生活更加有趣 台湾迈入高龄化的社会 三星乡是长寿之乡 65岁以上的长者达到四千零三十一人 占全乡人口百分之十八点七七 快乐学堂从一百零五年的二月来开办 今年迈入第三年 去年度开办三个梯次 参与的学员总计有907人次 除了在三星老人馆来开办之外 也拓办到大洲社区 今年将持续与社区合作 扩大服务的范围 欢迎阿公阿嬷到底来 报名可以洽询三星相公所 宜兰新闻记者十四名采访报导 宜兰以及罗东社区大学 今年开学活动将要在4月21号 在柯林泳泉盛大举办 并且是以柯林泳泉美的冒泡为主题 造访社区之美 也了解柯林社区的自然好风光 宜兰及罗东社区大学 每年皆举办开学活动走入社区 认识社区的人文生态内涵 而今年的开学活动 以柯林泳泉美的冒泡为主题 将带领上千位的民众 造访柯林社区之美 了解到柯林社区的自然好风光 那今年的主题叫做 柯林泳泉美的冒泡 听到这个名称呢 我们宜兰罗东社大的所有老师跟学员 每个人都怕说报名不符 因为这个地方实在太漂亮 所以八百个名额一下子就额满了 那我们预计呢 包括我们的老师学员 还有我们的志工朋友 大约会有一千人左右 会在四月二十一号 礼拜六 来到我们的柯林泳泉 柯林社区 还有分红宴公园 来这边认识我们的泳泉 珍贵的资源 还有认识安荣西分红宴的风景的美丽 我也参加过云造员 也参加过社会师 其实社大真的是一个肺养人才的地方 它不像一般的学校 是从课本去教书 它是从让你知道人文历史 还有你的在地的背景文化去教导大家 让大家融合在一起 开雪活动也将邀请柯林国小六位小朋友 以画柯林画柯林的方式彩绘社区的美 介绍社区生态 让来访的乡亲朋友认识柯林的水资源 大家都知道我们宜兰得天独厚 有好山好水的环境 我们柯林泳泉的地下水源 更是非常的充沛 每天不断的从地底冒出来 每天的出水量就高达了五千吨之多 就是要利用旁边的水坝渔道 我们又叫它渔梯 是利用较平缓低矮阶梯状的水道 使鱼类能够逆流而上 这样就能跑过我们的生态平缓哦 这里因为水质清澈 最神奇的是水温会一直保持在18度C 所以曾经受到日本的NHK采访 那为什么日本人要来呢 就是因为他们很好奇 我们到底是怎么养起黑壳虾的 每个地方有赤人的草屁 有这么漂亮的水 如果再加上乐情的弹唱 还有我们主题的演奏 整个现场一定会更加的美好 所以瑟大有两个班级会来表演 另外李学琳老师所带领的 宜兰人文生态解说班 也会在现场做一些人文 还有安隆溪的水文 还有清水环境的介绍 瑟大开学活动也将邀请社区 齐老宜兰农田水利会 宜兰的自然环境人文与生态保育班级 来加入解说行列 同时搭配色大的主题班 乐情班 在如诗如画的风景当中 一响天爱之音 社区大学柯林勇全 美的冒泡 赞赞赞 宜兰新闻记者14名采访报导 再来看到爱心餐饮协会 今天专程号召了爱心厨师会员 来到了盛家明启治中心 煮一顿丰盛的菜肴 招待中心的学员和长者 让这些弱势族群品尝好吃又可口新鲜的料理 一起同欢 也让他们感受到社会温情 来自全台的爱心厨师们组成爱心餐领协会 定期到育优院等弱势团体办理爱心餐点 今天来到了盛家明启治中心 办理第51场次的爱心餐点 利用新鲜的食材展现厨艺 齐心烹煮好吃的佳肴 包括了寿司 烤鸭等等16道美食 要招待盛家明启治中心的院童 以及阿公阿嬷们 总共准备了350人份 而院方也特别安排厨师打击乐 为活动来开场 也感谢这些爱心厨师的武师付出 因为我们是厨师 那我们会的也只有料理这方面 所以我们就号召同号厨师 一起来参加这个益厨活动 因为我们之前有来这边服务过 那我们每一位志工都还是念念不忘这边的院生 所以我们决定还是要过来这边 今天动员了大概超过50位以上的志工 然后准备了16样的料理 我们今天准备的 我们现场会有包寿司 以及有烤鸭两吃 然后还有现包手卷 我们都是今天当天现做的 还有现煎牛排 鸡排 我们每个月一场 每个月办一场活动 然后到现在已经四年多了 这场是第51场次 爱心餐饮协会的厨师们 在工作之余 不忘回馈社会定期举办爱心餐店 也希望各界能够共同响应赞助食材 一同来做爱心 会员是全台都有 那我们爱心餐饮团队的目的就是 在台湾的每一个县市 都要做一场轮回的 关怀弱势群组 以及一些教养院 或者是一些机构 来帮助他们 那我们也是希望说一些厂商 或者是台湾爱心的朋友 可以上我们的爱心 爱心餐饮团队的网站 帮我们赞助一些餐备 或者是经费 因为我们的动力 也是需要你们的支持 爱心餐饮协会的会员 借由他们的好手艺现场烹调 让弱势族群品尝到 新鲜又好吃的美食饗宴 一同同欢 也感受到社会温情 宜兰新闻记九十四名 采访报导 在新闻之后 接着也一起来看到 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预测 明天宜兰地区是多云的天气形态 降雨几率为百分之十 气温预测在十八到二十五度之间 接着看到云越气象 以上就是今天的宜兰新闻 我是黄竹汉 也感谢您的收看 祝大家平安顺心 我们明天同时间再会 在未经许中再会 我看你了 我看你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